大家好,我是虹蝦 现在是菠萝的季节了 大街小巷都有卖菠萝了 本来是想要分享饮料的 结果昨天晚上忘记就是冰冰块了 赶紧去村口买了一个前腿肉 打算分享之前团棉饭上面的菠萝 菠老肉,超级好吃 好几个朋友问的 考虑到等下菠萝装不下很多 所以我们准备一小块就可以了 先把它清洗干净 洗澡过后直接把它改成小块 现在买的部分也比较便宜 这个这么大一个 12块钱 加入一点点盐增加底味 适量的白胡椒粉 来一点点料酒去腥 然后打入一个鸡蛋 先给它抓拌均匀 打一个鸡蛋下去的话 等下裹那个玉米淀粉就会裹得比较老 而且等下炸出来的肉块颜色会比较好看 像这样彻底拌均匀 我们腌制10分钟 接着我们就可以来处理菠萝了 就朋友们选菠萝的时候 尽量选这种有点带青色的 因为我们去买的时候 这个是老板帮我们挑的 他说是那种如果特别黄的话 是催熟的 就是放药的 叫我们要选这种 这种的话它里面的果肉也是熟了的 而且选的话一定要选这种中规中矩 比较大字的 等一下才能装那个菇老肉 我们先用刀给它切碗 然后准备一个小刀子 我们把中间给它掏空 一定不能浪费里面的空间 好了像这样子给它掏空就可以了 等一下就可以放菇老肉 然后我们再挑几个起来 然后切成小块 加一小勺盐 然后倒清水浸泡5分钟 再切一点青红椒 等一下用来搭配 最后我们来调一个简单的糖醋汁 准备小半碗的番茄沙丝 然后加一小勺盐 两大勺的白糖 两勺米醋 加一小勺米 加一小勺米 对了提醒朋友们 我是用的这种九度米醋 两勺就够了 再这样子 这个颜色就好好看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肉块用来裹粉了 我们少量多次的加入玉米淀粉 朋友们做这种大类的东西裹粉的话 最好是少量多次 这样裹的会更老一点 等下再炸的时候不容易倒酱 好了 朋友们看一下 最后的状态是这种 干干的就可以了 开始炸 锅里油温烧至四五层热 下入筷子 能这样冒小泡 我们就可以下入肉块 全程中火炸 放这个的时候 最好是手上这边拿着 这样放比较快 全部放好过后 就不要翻动它 让它定型 炸至定型过后 没有筷子这样搅 它就不容易粘连 如果是说你放上去就马上搅的话 就很容易粘连 而且会脱酱 火的话前程就是保持这种中火炸 大概就是三四分钟就会熟 好了朋友们 这次炸了四分钟左右 等下脚皮发硬了 我们就可以先给它捞起来 我们可以清一下 现在就很酥脆了 但是我们要把油温升高 再复炸一下 油温升到七八成后 我们再下入肉块 大概炸个二三十秒就可以捞起来 然后关火的状态 我们把这个青红椒倒入油锅里面 大概趁炸至五秒就可以捞起来 锅里再来一点点油 倒入我们轻轻炒好的糖醋 炒至少量的倒入水电粉 炒至少量就是浓稠度就可以了 我们来一点点淋油增加亮泽 你们看一下 这样子就特别的漂亮 我们关火 下入所有食堆 还有菠萝 直接用余温给它翻拌均匀 然后我们直接给它装到菠萝里面 我底下还放了香菜点缀 我们盖上可以起到保温的效果 今天做了一道虾皮炒胡瓜 然后这个是食酥炒鸭蛋 鸭蛋实在太多了 我们家自己的 所以说今天一股老炒了 还有菠萝菇老肉 这个是青草生菜 今天的汤我做的是豆腐黄吃鱼汤 今天就这样吃 我们还听懂爷爷的葡萄的声音 对 你看 挂点了 爷爷 爷爷回来了 还以为他会去剪头发 不玩呢 不知道有没有剪头发 没有 爷爷去做菜了 去做菜了 这个季节就是菠萝菠萝季节 发点菠萝菠萝 对啊 对啊 一只比一样 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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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今天没去上海 没去上海 今天没去上海 要去上海 去上海的时候 老是洗土 就倒来了 还有一个 我今天去超市买了两百 还有一个 炒鱼蛋 好吃 现在没有 明天有 好不好 明天妈妈给你做 好不好 妈妈 你还记得你吃了那个双黄蛋吗 对啊 我今天早上吃了一个双黄蛋 双胞胎 一个气球城堡突然断电 都买这一些小朋友吗 要是买了一个绳子断了可就买了 哇 安全意识这么强啊 对 那种充气的盆包 那种包不能玩 对对对 哇 太厉害了 妹妹 妈妈 姐姐 要加花花 太美了 嗯 老鸡椒 老鸡椒你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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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